我叫云瑶,我是云瑶,哥哥教我的,我是云瑶,我是云瑶,你是云,云,云什么来着? 云瑶敲了敲脑袋,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,云瑶站在奈何桥上,桥上来来往往的生魂都离他远远的,明明没有半点攻击力,可见了他便心慌。 云瑶蹲在彼岸花丛中,伸出一只手,像往常那样想要掐一朵花沾头上,可他的手直直地穿过彼岸花,云瑶一震,秦欢也震了一下,突得天边一阵金光闪现,四处哀嚎,可云瑶却在那金光洒下的时候,感觉浑身温暖,他眼神紧紧锁着那金光, 就像他期待那道金光期待了无数年一般,甚至他也顾不得管花了,只抬起裙摆,便朝着那金光那边跑。 云瑶,你去哪里? 王,魏界出了事,只怕要使殿阎罗,迅速派人上去抓魂才是。 别看了,那就是神界一个守门的,快回去吧。 云瑶摇头,只看着那道金光中走出来的人,感觉自己眼底的光芒熄灭了不少。 嗯?怎么回事? 神界出了点意外,有,有神明在人间大开杀戒,如今人间啊,血流成河,生灵涂炭,哀红遍野,只怕这段时日地府有的忙了。 那神主呢?神主可又出来制止? 天将,神色更难看了,甚至一句话不回,扭头就走。 人间生灵涂炭,可是发生大事了,可是,可是他说过,有他一日,必定互参生一日呀。 不对,不对,他是谁呀?哎,他什么时候说的? 让人寻酒店阎罗过来商议此事,只怕很快便会有大量生魂涌入此处。 若是接受不及时,到时候人间便要出大乱子了,柳畔,你去带印钗。 是。 眼神迟疑地看着云瑶,秦广王这段时日是将云瑶当女儿养的。 去吧,云瑶我替你看着,瑶儿,来我这里。 秦广王一招手,云瑶便乖巧地上前抓着秦广王的衣角。 哎,云瑶在奈何桥等我,我会早些回来的,给你带人间的吃食和衣裳。 我不想等人。 柳畔一正,心底的苦涩越发蔓延出来。 那好,你随意到哪里都行,反正我找得到你,这段时日可能要忙起来了,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云瑶乖乖地点头,这一日,地府少了一半的人,全都上去了。 云瑶当真喜爱彼岸花,没事便蹲在花丛中,将那些花朵编成花环待在头上。 有时候,在花丛中,一坐便是一整天,呆呆地,也不说话,也不笑闹。 秦广瞧见,他指尖都隐隐透明了,再瞧见,地府隐隐有些肃穆的气息,心中生起几分不安。